110年第1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 各年龄好手齐聚台北市南港英雄拳击馆 选手们善用短距离的拳、脚、膝、肘进行攻击 共同角逐拳王拳后宝座 青少年38公斤组 看似娇小的选手们却散发出对于胜利的炙热眼神 铃声响起红方方祥恩闲罚智人率先展开猛攻 即便对手胡君泰不断试图反击 第三回合方祥恩展现更高的积极度及侵略性 靠着优异的拳腿组合以4比1拿下全国泰拳锦标赛 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得主以及最佳新人奖 女子48公斤级决赛 刘新和虽然先遭对手重拳攻击 但在掌握时机后随即反扑 身高优势加上灵活运用轴级和膝状 让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迫使蔡玉贝在第二回合先行弃拳 让刘新和提前赢得冠军奖杯 现场除了霸气十足的泰拳对打赛事外 也邀请了许多我国好手展示现场表演 在世界虚拟泰拳锦标赛 李诗武世界大师组 两届的连霸金牌 王世豪教练 展现精湛武艺 表达对师傅的至高敬意 另外110年全国壮年运动 跆拳锦标赛金牌 黄小涵教练与泰国籍教练 共同演绎泰式打靶 每一次的初级都拳拳到肉 完全掌控泰拳的核心法力 也让观众能更全方位的认识泰拳